再来看到有很多人呢 修车或是洗车的时候 都会把车开上人行道 不过在这个市面上常见的 这个铁板斜坡 因为通常都是活动式的 所以下雨天其实蛮危险的 而且还是个违法路吧 而现在为了解决乱象 北市府就开放了人行道斜坡道申请 只要呢你是汽机车 或者是物流相关产业 或者是轮椅族通行的需要 都可以向新公处来提出申请审核 而且如果配合人行道工程 就能够免费试错 骑车上人行道走着铁板斜坡 再平常不过 不过你知道潜藏路霸危机吗 不过就在同一排店面 这隔壁的斜坡 你发现哪里不一样了吗 拉开皮屎凉一凉 同一排店面都有20公分高的人行道落差 以往最常见的是这样 私设铁架鞋板 因为很方便 却违反了道路交通条理最高可罚 2400是货真价实的小路吧 但右边这种人行道不常见 是经过测量后才做的缓坡 要是配合政府工程师做 等于赚到免费后康 另外向北市府申请就得自费 好处是绝对可罚 但都是隔壁邻居这家却不合规定 原因就在于向市府提出申请后 相关人员会做现况调查 要是停车场通道 汽机车物流或加油站相关产业 才能放行 或是有轮椅族居住 约一个月内申请就能施工 实际走一趟台北街头 汽车维修厂密集区域 充施各种违法斜坡 不只曝露行李安全 店家更要背负路坝风险 得不偿失 追选专号本周出人台北 裁缝报道